使徒行传 第二十八章 我们既已得救,才知道那岛民叫马尔他,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,因为当时下一日,天气又冷,有生火接待我们众人。 那时,保罗拾起一捆柴,放在火上,有一条毒蛇,因为热了出来,咬住他的手,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,就彼此说,这人必是个凶手,虽然从海里救上来,天地还不容他活着。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,并没有受伤,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,或是忽然扑倒死了,看了多时,见他无害,就转念说,他是个神! 离那地方不远,有田产是岛长不百留的,他接纳我们,尽情款待三日。 当时,不百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立即躺着,保罗进去为他祷告,按手在他身上,治好了他。 从此,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,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,到了开船的时候,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。 过了三个月,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,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继,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。 到了旭拉谷,我们停泊三日,又从那里绕行,来到利基翁。 过了一天,起了南风,第二天,就来到布丢利,在那里遇见弟兄们,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。 这样,我们来到罗马,那里的弟兄们,一听见我们的信息,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。 保罗见了他们,就感谢神,放心壮胆。 进了罗马城,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。 过了三天,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,他们来了,就对他们说, 弟兄们,我虽没有做什么事,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,却被锁绑,从耶路撒冷,借在罗马人的手里。 他们审问了我,就愿意释放我,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。 无奈犹太人不服,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凯撒,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。 因此,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,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,被这链子捆锁。 他们说,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,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, 报给我们说,你有什么不好处,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,因为这轿门,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。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,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处来。 保罗从早到晚,对他们讲论这事,证明神国的道, 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,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。 他们,他所说的话,有信的,有不信的,他们彼此不合,就散了,为散已先。 保罗说了一句话,说, 圣灵借先知以赛亚,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 他说,你去告诉这百姓说,你们听是要听见,却不明白,看是要看见,却不晓得。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,耳朵发沉,眼睛闭着,恐怕眼睛看见,耳朵听见,心里明白。 回转过来,我就医治他们。 所以你们当知道,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,他们也必听受。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,凡来见他的人,他全都接待。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,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,并没有人禁止。